我們看這個幾何平均數 幾何平均數在數學上的定義就是這個樣子 我現在有n個數字 他們的幾何平均數就是全部把它撐起來 再給它開根號 你有n個數據的話就開n次方 這個就是幾何平均數的定義 那它有什麼用呢 比如說我們要算 就某一個東西 它n年的年成長率 就在n裡面 它平均每一年的成長率是多少 那這個定義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y的話 是等於它的成長率 那我們現在舉個例子 會比較更清楚 比如說 這個 好多錢 經營一家餐廳 最近五個月的營收如下 這是第1個月嘛 第2個月等等 那我如果以第1個月當基準的話 那第2個月是120 那它的呢 第1個月的什麼呢 這個 它的成長率 成長率就是 20% 20出100 120-100 再出100 這是20% 然後這個第2個月 它的成長率多少 成長率就是 180-120 出120 這是50% 那第3個月的話 成長率多少 270-180 再出100% 270-180 是90 出180也是50% 然後再來的話 是324 324-270 4 3454 54除以270 那也是50% 50% 好 那就是說 從第1個月 到最後一個月的話 它成長了多少 它成長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寫 成長了 第1個月的話 第1次的話 是成長20% 就1加20% 再來呢 以這個第2個月 以第2個月為基礎 第2個月到第3個月 成長20% 這1加多少呢 50% 再來的話 1加50% 再來多少 1加50% 這是從第1個月到第5個月 到第5個月 它的成長的情況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平均而言 每一個月 成長幾% 那我可以把它 想成 想成這些成長率 都把它射成是一樣的 把它射成一樣 把它射成一樣 就是從100 100萬開始 好 然後第1個月成長率 跟第2個月 跟第3個月 跟第4個月 成長率都把它看成一樣 那是吧 1加R% 那幾次了 成長幾次了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成長四次 那100會消掉 這個R%呢 就是平均而言 一個月的 就是每個月的平均成長率 然後2個月給它開4次 所以說 1加R% 這可以多少 就等於 這四個數字 把它開4次 這四個數字的 幾個平均數 那幾個平均數 在這裡就有用了 乘以多少呢 1加50% 再乘以多少呢 1加50% 再乘以1加50% 再乘以1加50% 這四個數字的 R% 就是一個月的成長率 就這個數字 減1 這個數字減1 1加20% 1加20% 1加50% 1加50% 給它開四次方 減一 這個就是幾何平均術的一個應用